X剛剛介紹到妳的時候是說 妳覺得妳比她年輕 所以妳心中一直在感嘆說 姐姐已經老了嗎 是不是 我覺得她已經老了 我覺得我們到現在年輕人 應該講到這種 而且你知道 已經到這種沒有倫理之分的程度 請問妳跟妳 妳跟妳的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提到柯宜柔 在妳們心中 她算是一個很紅的明星了嗎 不上一次 我覺得妳要問她 趕快跟她散絕 散絕散絕 我覺得她好危險 她就不用再聯絡了 然後妳碰碰秋光好了 不要碰碰 這三次 我覺得起碼 親戚可能會做一件事情是說 如果別隔桌的客人 在罵這個明星 是不是起碼 這個家人會出來捍衛妳一下 李津平如果隔壁桌在罵佩甄 妳應該會出來跟他們講一下嗎 直接摔杯子過去 直接摔杯子過去 一定會過去揍她 當然 可是她一出來就很沒氣勢 她出來然後大家說 誰啊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小小的在那邊 我們還是 姊姊知道還是會感動 我們哈比爾也可以奪回魔界啊 真的 所以妳 妳有聽到隔壁都在罵柯宜柔 妳會互衛她嗎 我會跑出去罵她 為什麼要罵柯宜柔 OK 這點意氣還有吧 意氣一定是有的啦 好 來 姨佑妳過來 我比對一下 妳瘦了耶 對 我瘦了 瘦了冬筋 妳是為了要跟表妹拚嗎 就是表妹又出來了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之前覺得太用腫 因為介紹太多吃的啦 漂亮現在 可是確實表妹站在旁邊 就是有散發一種年輕的氣息耶 不過沒關係啊 薑是老的辣 可是柯宜妳身材好像比表妹好耶 對啊 就是該有的都有啊 這種平板的 妳怎麼有一種婉娘 在發脾氣的感覺 有啊 有一次都可以說 如果有明星是家人的話 上節目起碼可以曝露妳們的事情 很好玩啊 就是她如果很願意講妳的 感情歷程什麼的 她可以大獎特獎啊 就是我想她應該也不是那麼清楚了 回去會罵她說 怎麼可以說表姐老了之類的嗎 是還好 我覺得真的大家 大家比較多歲 可是我覺得她講話還滿實在的啊 就 沒有 柯宜哪有老 妳真的很 可是因為她畢竟才22 好 我們有一件 讓柯宜有高興的事情 小艾斯跟我對著妳的報紙上的照片 說妳跟張宇辰長得真的就是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因為雖然張宇辰比妳年紀16歲 可是妳 沒有 年紀16歲 給不住她耶 是以差一輪生效來拍下一輪的張宇辰嗎 她是真的比較年輕啦 就是 張宇辰真的大概小八歲 可是我不知道妳幾歲耶 因為妳臉上其實不是很能夠明確的感覺出年紀 那就不要再問啊 起碼她比李津平年紀輕很多啦 所以目前還抱著明星夢 應該算合理啦 感覺是可以試試看的 歡迎妳邀請坐 謝謝 我們歡迎下一位 歡迎 歡迎 帥 事情有 這裡 這裡 這裡要去哪 妳要去哪 好洪風喔 對啊 這個 好像比較像 非路人了 可是她也 她很像 她很像MIB星際戰警 就是妳再逼問她幾句 她皮就會脫落 然後中間有外星人的東西 可是她剛剛走出來 一路不知道要走去哪 然後怎麼放空 妳知道嗎 兩個人 我想說妳要走去哪 就是她不是路不路人的問題 是說她整個人 妳的人類氣質很淡耶 所以現在只剩下兩個小姐了 妳的親人是 瑤瑤 我啦 她們長得一模一樣喔 瑤瑤真的 因為妳也 妳這樣比較起來 妳也不太像地球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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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覺得 有些穿很像是星際大戰裡面 開國 開星際會議的那種 那種帶角色 這不是假方法 妳不是妳帶妳的星球 什麼特長嗎 不是 她長得像布袋系的人 對 就是她眉毛黑黑的 然後鼻子挺挺的 她是妳的 她我龍鳳台哥哥 雙鳳台 而且同時出 來到這個是地球的人 妳怎麼會起來 一起...一起降落 對 對 來 妳過來我比對一下 風鳳台 很酷喔 是我們的錯覺 妳好像比... 妳跟她高度... 我穿高跟鞋啦 所以妳其實比她矮很多 我都比她矮 OK 我覺得好像有人拿了針筒 然後把她的生命 把抽了一點出來 她小時候就這樣嗎 因為她真的看起來有一種 娃娃的樣子耶 她說她是我們家人 長得最精緻的一個 她對她的長相非常有自信 是大家都這樣說 她就覺得她 她被公認是妳們家最漂亮的人 她自己說的啦 大家這樣講 我沒自己說啦 有上次 羅姐也說她很漂亮 羅...沒事 羅妹妹嗎 羅佩穎妹妹 羅姐有在我們節目上介紹過她 對嗎 對 她條件很好什麼什麼的 她曾經有在友台的棒棒堂裡面 當弟弟 多久 快半年吧 半年吧 你在裡面會不會整個團體 變太陰沉啊 有 那個團體是要嗨的耶 我在裡面還滿安靜的 她走知性路線在裡面 你可以硬嗨起來嗎 可以啊 我就在那邊學到我會硬嗨 硬嗨要怎樣 哇 好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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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妳知道她是棒棒堂弟弟嗎 我不知道 妳也不知道 她有見過吧 沒有見過 她女哥有來上過 可能那弟弟太多了 太多 妳覺得她的樣子 跟棒棒堂其他弟弟比起來 我覺得她其實是長得滿 滿特別 滿有近一點 滿有近一點吧 你用詞怎麼會這麼無聊啊 我真的很配比你耶 你剛剛會講真的嗎 對啊 沒了 好可怕喔 她發條也會轉彎 所以這個 她是有從小就被心態 說請她當明星之類的嗎 這倒是沒有 沒有 但我覺得她小時候 她好像就有一點 她的個性有點奇怪 就是她會對著鏡子 開始在那邊喃喃自語 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就要回到她的故鄉啊 我想回母親 她就像螢幕劇一樣 她就像螢幕劇一樣 這樣很歸雅 我覺得她應該是 腦子裡面可能在想一些別的事情 妳有覺得妳的兩個妹妹 就是很紅跟很值得驕傲嗎 我覺得還好 她每次都罵我們喔 所以在妳心中 她們是什麼樣的藝人 很難定義耶 妳為什麼跟妳的朋友聊她們 每次大家如果有聊到說 妳姐姐妹妹是不是那個黑社會妹妹 我就會 很不想 有點不想 不太想承認 因為就好像 明明她們就已經有點年紀了 然後還要被人家叫妹妹 你知道 那種感覺很奇怪 可是妳不能說 黑社會姐姐吧 可以啊 她少穿 沒有啊 這有關係啊 那請問 當初做明星的時候 妳有跟她商量過嗎 有啊 我都有跟她們說過 然後她們都同意 她們還滿贊成的 對 所以妳心路現在是斷了是不是 就有點那個 演藝生涯本事夢的感覺 那妳還想要再鋪一次嗎 妳的心路 還有機會啊 心路斷了 她會誤解我了 她飛往火星的 心路就斷 她又沒有在故鄉 你說還有 看有沒有要演外星人的角色 有 妳現在是回到明明星導演身邊 去工作了嗎 不當明星沒關係是不是 對 沒有 她剛才吃 她是在翻譯 腦中有翻譯機 翻譯機 她這樣看出來 都是紅色跟綠色的氣 但地球的食物妳還可以嗎 還可以 還可以 不過妳還滿特別 有明星的樣子 她很有特色耶 我覺得很容易讓妳聽 等一下研究一下 來 歡迎妳請坐進去 謝謝 我們接下來就是 榮佳的這一位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位應該 長得跟妳相似度有多少 我其實小時候覺得我們兩個是 因為我們家 我媽媽生四個小孩 然後我一直覺得我們兩個長得很像 然後一直到她進棒棒堂 所有人都說我們兩個就是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像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兩個不像 她在棒棒堂的時間 對 對 可是現在也不是了 其實現在還是 還是嗎 對 就是 就還會出現在節目中 對 OK 所以應該算是四位當中 最明星的明星了對不對 應該是吧 因為他們其實之前有光啦 對 有發過片啊 集團 那應該算藝人 來 請她出來了 好 妳是位 好 她叫見哲 來一下 來一下 漢典和哥哥同台 慘遭抗擁小孩子吐槽 妳的家人很出來 對… 我覺得還蠻期待的 因為我一定覺得妳不像是有家人 哈哈